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经文 是记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十七到二十四节 让我们同声读出这段经文 他醒五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罢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甚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乙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伯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 吸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毒 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今天早上 我们感谢天父的带领 由香港见到神学院院长 蔡小奇牧师 在我们当中 全港神的华语 蔡牧师要透过刚才我们读的那段 经文 《武家福音》15章 17到24节 给我们帮助 让我们能够实践上帝的真理 蔡牧师的讲题是 奇妙的爱和福音 分题是 爱可以己尽 我们将以阿神交给蔡牧师 各位小姐姐妹 很感恩在社村能够借着不同的方法 一起分享神的道 这几次我会用耶稣的比喻 我们刚刚过完新历年 在这时代很多的艰难 甚至很多的负能量 忧屈的时候 我们怎样可以重新认识神 从神的认识里面 得着一份很大的力量 去积极的人生 今天藉着很出名的浪子比喻 让我们更深 藉着耶稣的教导 更深去认识神的心脚 而藉着神给我们的提醒 我们在各种艰难挑战的日子里面 有一份很奇妙的积极人生 今天题目叫 《奇妙的爱和福音》 因为分题是 爱可以己尽 今天重点讲到路加福音的浪子比喻 我想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爱 耶稣经常讲爱的时候 很多圣经里面的爱的时候 是很多时候挑战的时候讲爱的 我想起 临前十三章爱的时候 保罗在一个很纷争 很多问题的教会 有些人称为 行问题多多 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讲到爱的真题 耶稣留下了一句名句 在入方十三章说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这个时候是耶稣准备自己要面对十字架 而门徒当中有犹大要出卖主 彼得要三遮应主 其他门徒在艰难的时候 很灰心 很惧怕 鸡飞久走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讲爱的时候 正经一个很重点就是 当我们受过伤 我们遇到一些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 或者对人的感受很负面的时候 我仍然能够爱吗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传福音 或者我们在信仰里面 我们有两个张力 一张力就是 我们做某一件事公平吗 另一张力就是 我们是不是要讲恩典呢 说恩典的时候 是不是否就否定了公平呢 耶稣一个很出名的比喻 就讲到 就是请一些工人来的时候 有些很早来 有些差不多林黄昏先请 但很奇怪 因为雇主都是允许他们 各人得到一个钱币 去拿一日的薪金 所以很迟来的那些 都拿到一个钱币 所以早来的人 那些人就觉得不公平 所以有时候 好像公不公平 还是其实雇主的公平 跟我们的公平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严格上我们是有罪的人 如果算公平 我们个人都有罪 我们的后果 罪的后果就是死 就是永远的审判 所以福音提醒我们 不是神没有公平 如果靠公平 我们没有人得救 那这个提醒就去到 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 是叫我们一生去爱人 但这些爱有时 是越是认识的人 越是跟我们有距离 即是立场 看法 过去故事 有距离的人 反而我们更难爱他 很出名的德兰娑女说 去爱一个路边的人 不懂的人就容易 但爱我们最亲近的人 反而更不容易 在香港 在加拿大 有时我们有不同意见 曾经有矛盾的人 要爱对方 实在有时真的很不容易 柏洋说到中国人的时候 有一段说话都很直述 他说中国人最容易攻击别人 中国人最懂得骂人 其实各个国家 可能都有骂人的骂人 但中文这方面都很骂人 柏洋说 用丑陋的中文一本书说 中文骂人特别狠 特别刻薄 特别欲酸刁面 刁脸 所以他说中文文化是政治文化 官僚文化 马屁文化 和奴隸文化 在很多年的封建制度 强势的制度之下 中文文化很强 他自己就曾经 这个缘故 坐牢 等了很多的迎风 他看了世界 都有很多负面 如何爱这个世界呢 在这个充满了张力的时代 撕裂 这些负能量的时代 有时我用一个表达 希望这个负能量不会临到教会 不会临到家庭 我看过小时候 有时看雨场 有个比喻叫七船斩 我们有没有七种向下那种负能量的走势 我们用这些中文字表达 就是 偏 俄 比 不 基 督 插 我们偏见 俄为 比较 误会 饥 讽 督人 甚至是插人的各种故事 有时在世界里面 可能充满了这种偏 合 比 不 基督插的负能量 我们见到这么多这些负能量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都走这个负能量的路线呢 耶稣一生里面 就鼓励信徒 几亿风好 都走积极 以善性恶的路线 很出名就是耶稣 耶稣在十字架最苦的时候 留下一句说话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只单看这句 我们看不到一个震撼 当耶稣要在比拉多面前 要被判死刑的时候 当十字架的时候 那群犹太人 那句很猛烈 很奏座 扶上他们奏座代价的说话 他说 愿耶稣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子孙身上 即是就算我子孙 有多少奏座都好 我都要整死他 我都要整死他 我都要钉他十字架 在这么恐怖的恨和咒座里面 耶稣却有很奇妙的 只有祝福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晓得 回到今天我们重点说的 是奏座座的浪子比喻 耶稣很喜欢用比喻 因为用比喻 让我们进入了另一个故事 慢慢不知不觉 这个故事的内容 让我们提醒 警惕 原来我们的心肠 在故事比喻里面 我们是似哪个 是不是似那位 很有爱心的父亲呢 还是我们是否 好像浪子曾经是 迷失到的程度 是恐怖的迷失呢 或者我们是似那个大严子 是另一个浪子 好似在家 却不在家 好似大严子 他是根根细教的工人 我想耶稣有个比喻 其中浪子比喻 就是一篇最出名的比喻之人 很特别就是一个 最不要爱 最黑人真 最不值得爱的浪子 神却用最伟大 最甜蜜的爱去接纳他 去欢迎他的悔改 最大的party 所以这里面一个提醒就是 原来神的心肠是对那些 很恐怖失败的人 仍然愿意去悔改得救 并用最伟大的爱 去荣耀和尊荣去赐给他 其中有一些名画 一个很出名的 Rabond的名画 就是他临死的大作 就是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 如果我们进入圣经里面 说到浪子由15章12节开始 15章12节开始 圣经所形容这个浪子 是一个很无情无意的浪子 去到家人真的很狠心绝情 特别是他的爸爸对他这么好 他也这么绝情 所以圣经第一句说话 就是说 这个小儿子对爸爸说 请你不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首先就是他还没死 他还会分家业 就是爸爸还没死就要分家业 就是咒作爸爸死 第二呢 爸爸去分给儿子儿女的家业 就是爸爸的努力 似乎是权兵 实际都是因典 但是这个好像应得的 这个表达本身已经是有少少走错了 但想起很奇妙就是这个爸爸就分给他 分给他之后呢 其实人可以有几个选择 一选择分完之后 就在爸爸旁边的屋买一份屋 继续和家人一起住 分了仍有情 有些时代呢 父母年老了 怕子女将来有些国家有些地方 还有些遗产税等等安排 可能就分定给他 子女继续分了之后都很疼父母 所以分未必是感情的破损 但圣经里面说这个浪子却不是这样 用三个表达去说到这个浪子的狠心和绝情 第一个表达就是过了不多的人 就是说他拿了少钱几天就走了 以后不见了 就是他去到家里根本越早离开家里 越早不见这个爸爸 越早不认亲就是他的目标 就是狠心的速度 高速地的狠心 第二个表达就是把他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 不是说只是拿钱走 用我们成长故事为例 家里大了之后 有时小时候的什么中学啊 小学啊 一些影照啊 一些成绩簿啊 以前我和爸爸说旅行的照片啊 家里有很多故事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情来的 这些东西平时我们不多碰的 可能偶然啊 什么大节黑日啊 某些活动呢 某些特别的庆典 我们拿回来看回 心情有些想回顾的 拿回来看回那些故事 但是这个小学只把一切都拿走 他和这个家是完全的割席 以后都不见 以后都不是我亲人 很狠心 第三狠心的表达就是往远方去 他不是搬到隔离 不是搬到隔离埠 是捐到很远很远 永不再见 这个狼子这个小学只真是狠心到鼻 自己记录不单是狠心到鼻 他也是蠢到鼻 他也是一个乱到鼻 自己就说他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之财 有时候有些家族很有趣 就是曾经一个儿子很搏异的 但是他过十年突然就醒了 后来本来穷的子女 后来读书有名 是社会的贡献 赚多钱 但是十年后反而帮家人都有 这些例子 但是实际说这个不是这样的 他是超绝情 也超蠢 又超失败 永远到家里都永远没有帮助的可能 实际说他也是遭遇超逆风的人 就是有时候好像这个COVID的时代 不一定是二人才遭遇COVID 或者是恶人都会遭遇COVID 或者我们人生遭遇里面的大逆风 不是就是好人才遭遇大逆风 有时候恶人都遭遇大逆风 可能又富贵回来 不知道 但实际说不是 他浪费了所有的钱 得过刺之后呢 他遭遇的环境是逆风 是遭遇大租飢荒 跟着就穷到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是衰人 逆境 还有他不是戴眼色人 实际说他投靠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不是接待他 给他好吃好住 那个朋友呢 让他去放猪 特别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对猪是觉得不潔淨 这个表达就是说 他是最坎坷的 无助 最悲战的工作 即是说当年贵为一个 可能一个中大家族的 所爱的儿子 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他现在落到一个 很坎坷 很坎坷 如果按一个还有羞恥心的人 他自己不敢被人知道 自己坎坷到这么悲战 即是 惨到这个悲战的时候 曾经听过一个见证 有一位弟兄他未相信之前 是做了一个专业的工作 后来自己就很放荡 家人的血他不听 后来就混毒 混毒到一个程度就意欲很威 后来被政府捕捉了 捕捉了一个警察的候审的地方 他打电话想找一些猪瓶狗 去帮他 没有人接电话 我唯一去接他的电话 就是他很狠心 闹到鼻的母亲 他说母亲 就是我现在 混毒被捉 坐一架 那母亲反而 当时听到母亲信主 听到反而安心 他觉得 在監獄外的他非常不安全 反而在警察署的他 离开猪瓶狗 有时 反而安全 我想 这个浪子也是这样 就是 又被人骗 又蠢到悲 又不懂得投资 又窮到悲 又窮到悲 那窮到 怎样走投无路呢 事先说他连猪要吃的豆鸡 去充饥都没有 就是不要听我吃那些最噁心的饭 最骯髒的东西 我都没有吃 是真是走投无路 绝境 就像被一个淪落在街边 曾经犯很多错的乞衣 更不育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 这个人 在人的眼中 是绝对不值得救的 绝对的无助 绝对的无希望 在人生里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内心 我们发现不到 原来很多人 都好像这个浪子那样失败 记得在十几年前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有机会 那时我在九龙城浸信会 做主要牧师 我们教会捐了九百万给四川 我们从一班的同工 执事去探讨他们 所以当时有些四川故事 我都深刻 当时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他们有一张照片 是一个男人背着他老婆的私鞋 骑着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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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北京 在文川大地震一周年 展出了一个背妻蓝的雕刻雕塑 后来那些记者再仔细去研究 发现表面的图画和实际原来是两极的 有很多小儿子的浪子 用小座的说话来说 这个不是好男人 可能是贱男人 原来这个人跟前妻的关系非常好 一直搞离婚 他就逼到前妻吃安门药很多问题 那天过了第二阵的时候 前妻死了 他本来是扔下不理他 但是前妻几家人逼他来 一定要拿走 他就被逼走 那刚巧记者用一幅照 不知前不知后 就当了一个好男人 好丈夫 可能这个人是一个贱男人的家 我想这个就好像 圣经里面有些失败的浪子 其实我们身边也很多 有些时候 我们都未必是浪子那么惨 但是我们都经历很多苦毒 我们是不是被苦毒永远去绑住 很出名 南非曼特拉的例子 他坐牢27年 他在一个八尺和七尺的小监独里面 很多年 是一个荒岛 四处很突的 看不到人的地方 人生很灰 没有拼望 他没有拼望 和浪子没有拼望是不同的 有些是做很多坏事 黑暗的没有拼望 有些是为 可能他有一些正义 或者高贵的理由去奋斗 仍然都是没有拼望 当时南非有很多恐怖的屠杀 欺凌的故事 后来他被判终身监禁 很多图记验到当时的 这些凄凌的故事 很多年在荒岛的监狱 他在一个很突的地方 要踏石仔 他自己形容 自己眼都反射 都好像伤了 永远的终身监禁 没有拼望的日子 所以 没有拼望 人不同 或者我们是不同类型的浪子 今天耶稣说的浪子 是一个最失败 最不值得爱 也是最绝路的浪子之人 所以这个绝望 去到浪子自己的表达 去到十五章 浪子突然醒悟了一件事 他就算打工也好 我老爸作为僱主 是好过现在要我喂猪 连猪哨都没得吃 那个猪瓶舅 反正你还要喂猪 连猪吃的豆甲 用广东话 猪哨都没得吃的地方 我说 不如回家做打工 当时他没有想过 爸爸会肯 连打工都不知道 爸爸是否给他 他没有想过 爸爸会再接下来 作为乙子 他想了一句说话 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义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伯 回头 连故宫都不知道 可以不可以 如果爸爸肯当他故宫 每天都可以吃 那都算非常感恩 那很特别 红色字这一段 对真正见爸爸的时候 是没有说到的 我待在进一步讨论这题目 那四兄就记载了 他真是走投无路了 最温暖原来是自己 很狠心 撇低的父亲 有时候我们离开神 原来最能够接纳我们就是神 最能帮我们就是神 或者我们曾经小时候 回到教会热心过 在教会有些冲突 自己迷失 甚至失败 我就离开神 香港有最后很多 二敏朝的时代 或者有些新内宾 是不同地方 来到多人多的弟兄姊妹 重新认识这个群体 重新要找教会落脚 可能你以前的事奉是热心的 或者你以前曾经经历过冷淡 无论如何 你都应该翻翻腹的怀抱里面 连这个那么失败浪子 都懂得回家 那我们无论是顺境易境 我对时代很多灰心都好 我们懂得每天 回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家 神的家里面 神经最特别的 就是他们相见的故事 他回到爸爸的道路 是怎样呢 神经说 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 抱着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聚 红色字表达 基本上都是父亲的主动 如果他很有信心 应该是两个一起跑 就像一男女朋友打仗 那男朋友打仗了几年 那女朋友见到所爱的男朋友 回来没有死到 如果拍电影的话 要跑 就应该两个都跑 但今次不是 只是一边跑 可能他没有信心 他不知道爸爸跑去做什么 打我 骂我 不知道 或者没有信心 也没有面子去跑过去 那就是爸爸主动 全部是神的主动 这也看醒我们救恩的题目 我们蒙恩都是神的主动 神爱世人 差派独生子主动来救我们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耶稣已为我们钉死十字架 让我们明白神主动的大爱 就是我们最不配的时候 神用主动最主动的爱 去应召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 全非很有趣 有时候教会报道会 不是我们主动去信主 是神藉着教会 藉着分享弟弟姊妹 藉着讲完去教会 他主动的呼吁我们 去领受这个恩典 这个爸爸主动 主动之余 主动之余 首先关键一个字 就是动了慈心 如果没有恩典 没有怜悯 要只是公平 死定了 有时我们都想世界有公平 但如果世界只有公平 就人人都有罪 必有一死 死又且有审判 或者我们审判小一点 但每人都是面对罪的审判 但圣经老说 神的慈悲 联敏 恩典 临到罪人 甚至最大的罪人 有时想到这里 我自己一个大研究 就是研究保罗 今天我们看保罗 是很精彩的人物 但当时保罗 逼不教会的时候 可能在作为教会的人 心目中 这个保罗 或者当时用的名字 素罗 比这个浪子更坏 更恐怖 比这个浪子 他逼不教会治死的人 这个是凶残的人 神就是砍死他 砍死他 竟然神又救他 做呼召他 还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师徒 保罗没有忘记自己这个衰 到老的时候 他说我只是罪灰 罪灰可以蒙恩 可以起离是缝 就像浪子故事的奇妙 而且这很特别 就是他后来知道 他是骚髒骚 为个朱骚 但是神不怕他污蔚 去抱着他颈 还是很亲密的连连亲聚 如果今天你有个亲友 在朱骚堆生活一段时间 没有洗过浴 就回家 你是不是未洗过浴 就抱着他 不停狂疼 你说不要碰我 哈哈哈哈 隔离连些 闻到就抽 你洗了浴 洗十次 我才见你 或者这个是我们 就算很疼他的 家人都可能这样 但圣经不是 是主动 跑去抱着 年年多多地 所以对一个最不值得爱的人 用最亲密的接纳 遥恕或爱 所以难怪我自己 在很多港部 都用一个比较土语的表达 我们知道神爱世人 其实这个爱世人的根 这个爱字都不够强 英文就用一个 God so loved the world so 这个很强调的表达 我最喜欢翻译就是 神超超超超超爱人 圣经的主题不是说 神爱世人 圣经真正的主题是说 神离谱地 超超地 爱到超超超超地 去爱最有罪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所以 这儿子就突然间震惊 爸爸这样去抱我 他想了那个说话 就说了半句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亦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儿子 他没有在后面说 故宫我对 我只是想打工 你给份工我 给东西吃我 因为我饿都死了 你外面如果给100元 你给80元 我都小 因为我以前跟那个僱主 10元都没有 后面一段都没说 只是认罪 但后面一段都没说 认罪想着就是认罪悔改 就是在政府 在世界认罪悔改 就永远做窮人 认罪悔改 就是在监狱里面过了一生 但圣经的福音不是 认罪悔改 不是继续在监狱过一生 认罪悔改之后 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儿女 将来能够与神同作王 这才是福音 奇妙的福音 神的爱恩怜是多尽 所以他没有常说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 他没有想过 迎接他的款待是什么 他想着要找个摩架床 在货仓里面有个位置 只要刚刚正正 没有猪哨都算是给面 但没有想过 迎接他是最丰盛 最隆重 最高贵 最全面的接纳同海 如果在座当中有些是 无道对教会 不太久的朋友 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你信耶稣 因为信耶稣之后 神给你的恩典 是远超过你所想所求 是一份超级浩大和深情的爱 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爱 因为我们无论经历什么困难的时候 都是一份很奇妙的平安 然后圣经就记了一些 爸爸很离谱的恩典 第一件 是黄本画 尚好的袍子 英文翻译就是 the best robe 即是最靓的衣服 最豪华的衣服 他不是现代 现代买衣服 古代的一个靓袍 可能家里只有一件 就是爸爸将那件给他 一方面可能爸爸很喜欢那件 还有穿着这件衣 好像雅各的 就是比这个药室的新衣一样 彩衣一样 是好像很尊贵 还有好像有身份 甚至有继承者 真的未到那么奇 所以没想过爸爸给那件衣 最好那件 就是当是超级贵宾 国王来到都是给那件 第二就是戒指 古代戒指好像我们 吸图章一样 就是权柄 就是个戒指就是权柄 或者戒指代表 家产有份 用呼音角度 这个戒指代表我们 就是与基督同作王 我顺主成为神宝贵一二律 我不是再是罪的老弟 再不是门外康 穿鞋 又是身份环境完全改变 所以Rebranche这个名画里 说到他脱了鞋 鞋都爛了 脚脏了 脚脏了 突显到贫穷到悲 又在猪堆上 困了一段时间的人 其实再有尊严 我们曾经是很多罪魁 失败过 得罪了我们的家人 很收家的人 好像保罗的失败 大魏的奸任 各样失败的人都有 很收家 但是很收家的人 神宰次给我们 有尊严 所以是很奇妙 就是离谱的接待 但圣经还有一个 更离谱的接待 才说 把腊肥牛肉 牵来灾了 我不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肥牛毒跟衣服一样 都是最漂亮的衣服 最肥的牛 有个最字 和本发言的那字 强调的是最肥的 我看过的书 现代的肥牛 可以吃一千斤 尤其是我们开派对 即是大家宴会 每一张桌 放一斤两斤牛肉 都很多 即是有其他的拌菜 那如果拌了一千斤的牛 那笼统说 放回五百围都可以 大家每人吃多些 放回一二百围都可以 这个宴会 就不是几人宴会 是将整个城镇 如果当时一些镇 一千人的镇 整个一千人都叫来 个个庆祝他 哇 即是一千人全镇的派对 有一些镇 一年十年都没有一次 可能是什么国王来到 或者是最有钱的家庭 他唯一的儿子 或者唯一的女儿 结婚才是这么大的庆祝 有些人知道 如果家庭要庆祝婚礼 要存了很多年钱 存了五年钱 十年钱 才开始 一个荣耀 漂亮的派对 竟然为这个 一个最可惜 最卑微的浪子 举行大派对 上文就说 一个造人悔改 天上的使者 众多使者 原文就是angels 众多使者 都很开心 如果特别上文的话 这个开心 应该真是跳舞 唱歌 我就觉得很多教会 其实我们从来 没有真正实践这段经文 有个人上来说 我们开心 下手掌就完了 那也不是错的 但圣经所表达的就是 一个人说耶稣 整个教会 圣大派对 肥牛餐 吃到个个又开心 又喝东西 古代喝东西 可能还有一些葡萄酒 代表这种 多大的喜悦 多豪华 多完全的接待 和这个父亲最初去接触的接待 到后来这个跳舞 很多派对的招待 是很欢乐的接待 最盛大的接待 将来我们是天家 神都要给我们最盛大的接待 这就是父亲 这是信主的奇妙 所以 大致地 像这个父亲 去到城邨说 我儿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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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了 回头了 你们一起来 我吃到派对了 一起开心 我非常开心 死女父母 哇 真是全主的人都很开心 我经常觉得 我们对人信主的兴奋度 远远不及耶稣所说的 浪子比喻的兴奋度 很兴奋 一个人信主 就是最坏的 不是考第一那个 什么狀元那个 什么名校那个 是一个最失败的 他信主 全体的开心 很大的感动 但圣经又加了一句 去到28节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特别说到父亲要出来 就是这个儿子在外面 他不是在里面 就是两堆人 好多人肯跟着天赋心墙的大队 在里面很开心很开心 但是有一堆人 剩下这一个 他这个都很责感 都很聰明的 或者做事很努力的 但是在外面冰冰冷冷 所以这个名画里面 特别要留意这个名画 他将这个大儿子 和这个爸爸 和小儿子的距离 拉得很远 好像他本身就是 一个很深的距离 爸爸贴了小儿子 但这个大儿子 是有距离的 特别是在这封名画里面 手握住 很酷 很生气 我没有感情 所以这个大儿子 又不是真是坏人 也是很努力的人 但是心冷了 我心很沽寒 我心很继绣 我心很继绣 我心死 或者他只是讲公道 他只是想自己得到基督 他对救人的事情 没什么热性 那请问 这个大儿子 有没有天父慈爱心详 似乎没有 但是圣经里面 还有一句才有意思 就是后面一段 他对爸爸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一命 你连一只小山羊 山羊糕 就是羊B 可能两三磅 大肥牛一千磅 但是羊背仔 两三磅三四磅 两三磅的羊糕仔 山羊糕 我都不说牛了 牛贵 你不给我 山羊糕仔 小山羊仔 山羊BB仔 你都会给我 我想和我的朋友 开心一阵 你现在全村开心 你记住 那个是谁 是你那个儿子 他没有说我弟弟 你那个儿子 跟娼妓 这小子就很坏 跟娼妓 吞了你的家业 你一来到 你就为了他剃了那只肥牛 最肥的牛 我每天后煮都没吃过 我只要养 那从这个表达 我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他用鱼就不像儿子 仍不像大哥哥 他才真是故宫 我帮你老爸帮你打工不久 你没给钱 你小子 你小子 没打工 你给了什么钱 回来又烧那么多钱 养他 我天天打工 你给了公家 高寒到 我连山洋 happy都没有 你们这么happy 我一点happy都没有 这人真是惨 又勤力 但又不happy 又没有爱心 又跟着 其实他进去就happy 进去就吃了 他就不去吃了 你happy我不happy 我特地不happy 有时在这时代里面 我们自己逼自己成为浪子 逼自己成为浪子 逼我们自己成为门内祸 我们心冷 冷到一程度 我们拒绝所有的瘟炼 拒绝了神的瘟炼 甚至拒绝目者 底衣会给你的瘟炼 冷到冰一样 或者你是有规矩的人 或者你有勤奋的人 你有公平观念的人 但又没有伸手去领受神爱的人 喜乐好像再不跟你有关系 爱似乎再不跟你有关系 甚至埋怨神 神不够公道 你不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很多目者说 这个故事不止一个浪子 是两个浪子 再严格来说 故事结束的时候 是剩下一个浪子 或者一个父亲再给一个机会问他 你进入你的 如果进入去 这个浪子就不再浪子 但后面死亡无故 或者永远成为浪子 所以有时 这个故事有些人就想 对一些未信的人 说到苦的爱 或者这个故事 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拜赛人 某些人 其实我们基督信得很久 我们受过伤 在教会论过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灰心 我觉得神对某些人好 对我没有那么好 觉得神不公道 很多礼价都有 然后我心冷了 我想我们迎接 刚刚过了新历年 将进入够力烈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再进入神的派对里面 神的爱里面 神的热心里面 神的慈爱里面 每一生被比较 不开心 冰冷 控制他们 如果我们成为大儿子的冰冷一生 都很悲 一生去勤奋 最后的神都不起完 为了什么 所以这个故事 不仅是最失败的浪子 需要经历神 其实最勤奋的浪子 一生需要神的恩典 刚才提到柏洋 他经历过二次大战 日本侵华 他曾经在日本侵华时代 在奉抖的时候 去避难 偶遇一些Ghetto 那些Ghetto 就好像很多Ghetto 一样 就为其他很多奸行人 祈祷 当时招职的年轻的柏洋 又笑他信仰 后来他去了台湾 他再见到Ghetto 见到Ghetto 拿到圣经很热心的妇女 他想起在他艰难的时候 这帮人更爱 更不怕被人笑 那份热性 他不知不觉就跟着他进了教会 后来就信主 后来就得着 离开了心灵黑暗的光明 这人充满人生 对中国 对社会 很多观察 但有很多不开心的他 他说 Ghetto教文化有一个基础 很重要就是 不会比较 什么背景人 信主都蒙恩 一份很奇妙的公平 奇妙的大爱 他说 感谢神给我 再成为Ghetto 他自己生于河南 后来在台湾又遭遇 不开心 文字浴的环境 坐牢九年多 但他生里面 一生记得就是 基督教 基督信仰给他 很多几亿处 就是很多人都是 他们面对时代的沉重 可能被我重蹈 那我们是不是一日出世 就冰冰冷冷 一憂恶恶恶恶恶恶恶的人生 我还需要我大浪子的人生 但是我们好像小浪子回家 领受一个神秘最大party 积极的人生 有使命的人生 就将这个福音 神的喜乐 神的爱 分享的人生 所以德兰修里 一句名句我喜欢 我发现一个吊诡的事情 就是当你爱人 而觉得很难爱 想起他 好像这个大儿子 想起一个小儿子 爱他 觉得很顶心 顶忏 很艰难的爱的时候 感到痛的时候 但是如果那一刻 你坚持好像神爱罪的人那样 继续爱他 你破了那个关 好像父亲 拥抱浪子的关之后 再没有痛 只有爱 Love until it hurts 有时爱不容易 爱罪人都容易 爱受人 但是爱他 刚才说过曼特拉 有个例子 是我一个校友 他跟我分享过 后来我追查也很有意义 在一个终身监禁 在一个石头地的地方 他没有盼望 他没有想过会出狱 也没有到后来做到总统 绝对绝望 同一个人都没有什么机会相处 见面 但他没有完全放弃 当时他发现其他的囚犯 在一个石头地上 晒到眼都烂了 他就向监睦申请 可不可以有一块地方 我自己种 你给一些种子 我种个小小菜园 当我看的时候 不知道菜园很窄 但有个小地方种菜园 申请一个自己种菜的要求 五年才批 他种了之后 后来种了小小番茄 他第一粒 初种的 吃得自己吃 送给囚友 和监狱的警察 后来我发现 所谓的菜园 就是围场里面 很鞭皮 有些 粒粒的地方 就是小小的地方 所以不像我想起 一些美国 加拿大 很大的地方 很漂亮的菜园 就是石屎地 有一条小小的地 我觉得 最感动的是 他最低谷的时候 他现有积极 神我仁都是这个气质 最低谷的时候 心灵自己都很艰难 不是没有艰难 但仍然有奇妙的积极 奇妙的正能量 耶稣被人插到碑的时候 我宁愿指指书孙受咒座 都要你死 耶稣说 靠神赏给他们 当犹大出卖他的时候 耶稣说要爱他们到底 保罗留下的监督书信 就是在监督的时候 要靠主上上喜乐 基督徒的信仰就是 因为神超我们 神永恒不变 神是掌权 黑暗多大都好 他们就是真正掌权 几大黑暗里面 这种奇妙的喜乐 所以他最后就 给一些肉粗 肉粗后来有鞭 想打他的时候 突然想起 昨天给他回家 忍着不敢打 以爱还恨 去改变世界 如果你记得 他有个名句就是 良善和宽恕是大路 我要丢下我愿毒和愿恨 前一段时间就是 日南非很出名的牧师 道徒大主教过身 他生命里面强与弱 很多故事 但我很喜欢他说的一句说话 基督徒有 hopelessly optimistic 是 没有希望下的奇妙乐观 我会见到这些世界有罪 真实的世界 用我们没有希望 但因为神爱世人 神有福音给我们 神介入世界 神继续介入世界 世界用我们的hopeless 但他仍有奇妙的积极 奇妙乐观 如果最近留意我的人 少少知我 就是我都留了 苏年半 继续有抑鬱 香港事局 真的很多抑鬱 有些新闻媒体 又倒闭 刮门 被捉 等等 看不通 但心灵里面的忧鬱 苦悶 不等于我们每天 不可以靠主 起床的时候 有份新的喜乐 新的积极 新的奋斗 这就是基督徒信仰 最后有个例子 要结束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在台湾 百多年艰难的时候 有些穷人 有个养子 叫做金耀 周金耀 他伤了脚 没钱去看医生 烂了的时候 才知道 他会叫陶医生 免费的接待他 他看的时候 医生说 他的脚都烂了 一就是脚了 一就是有人捐四块皮 一寸乘三寸 帮他换皮 当时差不多一百年前的环境 换皮的手术很难做 你没有肯捐 但竟然 那个医生的太太 一个英国孙患士 两个都是英国孙患士 肯捐 到太太肯捐 医生不肯 就是欲痛 我是一个不懂的人 就是 包扎伤口已经很好 免费 不用收他医药费 已经很给免了 还要 不收医药费 就倒贴割皮 给他 太离谱了吧 那有时 在聚会 我就会 整个手指 叫那些人 帮他旁边 帮他 帮他找四块 三寸 整一寸的皮 如果有些实体聚会 你帮他旁边 做四块 选择他 各方面四块皮 大腿 肩膀 肩膀 还是面 不容易 但是我师母说一句话 我真的很感动 尤其今天的信息 他说 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的缘故 都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血捨身 而我们是宣教医师 我们为了医好金药 而各一堆皮 吸他 又算得什么呢 耶稣连死 慘死都肯 为罪人 没有几块皮 算得什么呢 到旁边好一次 没有几块皮 算得什么呢 这就是浪子故事 在台湾真的是真实的故事 后来有些拍剧 短片等等 台湾在这地方有个很大的雕塑 紀念这个故事 周金耀后来成为牧师 成为一个大领袖 这就是浪子的比喻 曾经浪子 如果我们爱他 传给他 他可以成为神的博人 祝福很多人 大卫跌倒过 神再用他 他有机会起了圣殿 保罗神已经是逼迫教会 害死人的掃罗 神给他机会 他成为我们很多人仰慕的使徒 我们如何呢 如果我们今天是迷失的浪子 信耶稣 有永生 有奇妙的积极 或者我们是心冷的大意志 新年纳志神啊 让你爱 让你热心 让你积极 做一次瘟灵我神 我同心祈祷 天父我们求你恩典 我们不配 很多软弱 很多限制 常被负能量 灰心 掌控 求你藉着浪子的教导 恩典的呼召 祈祷 祈祷 我们积极起来 我们要让人享受天上的大现正 极大的派对 喜乐的派对 让我们感受到神那份 好超级爱我们 热成 温暖的爱 让这份爱温暖我们 温暖很多失望的人 祈祷交托 父教主耶稣 得胜免及 阿们